嗨家人们 现在在亚美尼亚 爱里温 今天准备去赛凡湖溜达一圈 去赛凡湖的话 我是没有找到小巴 只有找到拼车的那种 大家在这个地铁站门口 找这种车 就是身后这种 一个人700就可以拼车到赛凡小镇 然后可以去赛凡湖了 也是人满发车 还有等一会儿 建议大家尽早来 就是8点以后吧 好像8点以后就有车了 早上地铁站人还挺多的 还有这边人比数字 放发比较奇怪 我刚才问那个 刺击多少钱 他跟我比这么个 这左手这么比 右手这么比 我以为他跟我要2500呢 之前因为我之前 已经问了当地人 说700或者800 他跟2500 他要坑我 我就跟他说多少钱 他用计算你给我打700 他们比700是这么比 国内的话不是这么比吗 还是这么比 车就是这种 我不知道怎么说 就是稍微大点汽车 123 4 5 6 加上司机一共7个座位 这种座位还蛮舒服的 现在刚下车已经到赛凡小镇了 我看了一下去赛凡湖旁边那个比较出名的修道院还要走4公里 我刚问了一下 就是下车的司机就是语言不通 用翻译 用翻译就是也不太准 聊了很久 他们我也不知道从哪可以坐车回爱里温 他们就说顺利接我那边走 所以我现在准备先找找从哪可以坐车回爱里温 然后再去那个修道院 不然心里的话不踏实 我鼓苏联小镇的味道了 而且没什么人挺好的 我就喜欢人少点的地方 还没吃早饭 旁边有卖面包的 这是啥 100块钱这么一小块卷的 我来个这个 来个这场 这是面包 两块 然后呢 我刚刚看了一下地图 我刚看错了 从这边到那 修道院下边的车站是4公里 到修道院的话大概6公里了 我要加紧步伐了 争取一个小时之内6公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回来的话 我看看如果很累就打车了 隔老远呢 隔了得有100200米 然后那狗就叫 就过来要咬我 你们看远处山真好 以后我有钱了 我就跟这买块地啥了 跟这盖个小房子 前边就到大马路了 已经有汽车了 之前我这段就是人走的路 没有车 你看远处多好看 然后那边就是 散烦湖了 可是隔着一大片树林 看不到 卖这个的 瓶子里是啥呀 好漂亮的小路 现在已经到这边了 用时不到一个小时 6公里 请教我走路的山 这边好多大巴车呀 大巴车 还有各种 还有小巴车 还要卖东西的 这边有卖十六支 算是这边的特色吧 我来一杯喝 我刚问我十六支 你们开多少钱一杯 三千 六十块钱一杯 不是 这是疯了吧 我的天哪 那个卖十六支的老太太 说very very good 你再very good 也不能六十块钱一杯十六支吧 我的妈呀 不喝了 现在走路去山顶了 现在是半山药 这边还有石碑什么的 还有买刀 刀是水晶做的吗 这是小小路 我走小路看一下 到了 这是修道院了 这边基本就是山顶了 蛮好看的 现在去修道院里面看一下 修道院不大 你们看这套光射进来 有点像我看那个藏宝电影 就是美刀几点几点光照的 光射进屋子里 然后就会出现什么特殊的记号什么的 后边还有 后边还有 这是镜子做的吗 这是镜子做的吗 出了大的之后 这边还有一个 我再去瞅一下 不知道上边能不能录影 下次来的话 可以考虑带帐篷在上边录影 应该挺好的 就这边有点冷 这边比爱里温的话要冷一点 大家来的话都穿衣服 现在我往更上面走一下 除那个教堂之外 还有一个山头 比那个教堂山头稍微高一点 就是前面那儿了 现在这个房子 然后塌掉了 你们看 你们看看景色吧 超好看 看那边教堂也能看到 然后这边 很漂亮 然后湖子最那边的话 基本就快到亚维尼亚边界线了 然后再往那边走就是阿塞白江了 这块地很平 适合露营就这块挺好的 就不知道让不让露营呢 不让照相 不让摄像 不让无人机那边写上 不过我还是拍了 这边没人管 其实也没什么好拍的 就是看修道院 看这个湖 真很棒 来这边放松一下心里 身心什么的 心里感觉很平静 就没那么多事 没那么累了 还不错 大家可以来 从爱里温过来的话 也不是很没事 有大巴车对吧 对了 如果大家想从赛凡那边 坐车回爱里温的话 你就从哪下车 从哪下的车 你就跟哪上车就行了 或者跟那的司机问一下 他们都知道 从哪能再坐车回爱里温 现在呢也差不多该回去了 可能再待几分钟 就在湖边坐着嘛 也没什么可拍的了 我就自己坐会吧 身后还有个船那儿 行那就这样 拜拜 我看地图上的话 那儿好像是一个学校 天主学校吧 是培训修女的地方 不过那儿的门关上不让进了 我问那个门尾大爷他说 不让我进 不然我想进去给大家拍拍的 那边看起来好像 也没有人的样子 有人吗 我现在有人在扫地 但是好像没有学生放假吗 几月份 11月份 不大放假的时候呢 你们在地图上搜这个 车站到爱里温 搜这儿就可以坐到爱里温的车了 那边有个牌子看到了吗 700啊 不要多给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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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mp俩 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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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